佛所有的道场,特别是末法道场,千万可不要起坏心思,要非常注意,咱们说是佛门,进入佛门,不错了,是福田之地,种福田,善根之地,培育善根,但是造业也很大呀,知道吗?为什么说地狱门前僧道多? 和尚,老道,下地狱的很多,就这个话,这话也是警惕的话,告诉你们注意啊,应当注意,注意不要随便的造恶,说你在佛门想求智慧,想求福德,福德还没求到,因为没有智慧,于是烦恼中,到佛门当中造了很多的眼,我们这四众弟子,现在在这儿都是信佛的啊,当然对诸佛没钱恨心了,这句话呀,也包括我们在内, 当你烦恼的时候,业障来的时候,你就抱怨了,有贤恨心生了,佛没加持我,我出家这么多年了,或者你那个在庙里头住住,或者道友之间呢,或者老师之间,管理的人员呢,对你生了烦恼了,你就是对佛生有贤恨心了,抱怨心,对一切众生有贤恨心,这是我们都存在的,对一切诸佛不要起贤恨心,这个包括很广,无论你是已出家而中, 说在这个庙里住,或者再加二众到寺庙里来,只可施或者管理人员对你稍微不随你的意义,你马上生贤恨心,因此而基佛,贤恨这个管理,照顾你不周到,你就想,哎,佛庙里头还有这些事,我听见可多了,这都叫贤恨心, 这贤恨心就是真恨心的一部分,你如果生这么一个心,你到这里来所有功德全没有了,一念真心解,百万丈门开,你那些个业障,无量节来的烦恼习气承虚而入,不但你得不到好处,那坏处可就远大了,经常为了一念的真恨心,所以把你过去的福德全消失了,因此特别慎重。